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又讲述我们的内容 一方面 曾经跟Kelvin有些沟通 因为Kelvin对于学界大有前景 别人不谓得罪 我仍觉得我的发展已迂ここ 我也不介意上吞k 我尝一次打算炒股票 我就觉得我们这个节目 每一集得住一個人,每一集得住一個人,每一集得住一個人 沒有什麼人可以繼續合作,我們實在太欺負人則 今天我們就由一篇匿名的指責開始說 當然,我自己覺得我不太喜歡你們不開名 罵人不開名,所以我就幫他們開名 你不要說你們不開名,我也是不開名 是的,我正在說過一段時間 坊間平勒敦義就不開名 我首先講這個作者,學界大家也知道 說錯銜頭很尷尬,很忌諱一件事 我參考他最後,這個就叫莫哲偉先生 我上網查到他的資料,在2017-2018年 年初還是中文大學行政及政治學系的教學助理 教學助理,即是TA 他寫了一篇文章,我讀他兩段 他那篇文章就叫回歸學術本心 他一開始寫,某著名學者寫過一段 這是那個學者寫的 正如社科學院對私下火說 所謂研究營大學的末日倒數經已出現 未來不可能繼續影響因此 即影響的期刊遊戲 能夠在業界學以致用的倡導營企業營學者 財事社未來社會需要的人才 為何寫得這麼記憶 他為什麼不開人名字 我知道他是誰 我先說一下 後面還有 他說什麼呢 他說不小心讀到這段文字 我真是不小心 因為有人分享 初則一貫反感 繼而甚為感慨 他不知道社科院院長是否真的講過這番話 他說畢竟寫這段文字的人輕有多誠信 就是行內所共知 是這樣說人家 當然 入舉數 對 沒有入舉數 我現在估計 我想我都有99.99% 肯定他在說誰 當然 我知道我開名了 他講了十億輝 現任中文大學的社科學院的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應該是助理教授 怎麼不可能是助理教授 是嗎?副教授嗎? 他沒有理由要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高一點還是副教授 當然是副教授高一點 我先說一句 沒說完 好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要說回 因為沈玉輝曾經寫過一段很深情的文章 就說自己已經脫離了香港 前往新加坡發展他的學術研究室 但其實他不知不可根 又再次回流回香港 好像花任連環 對 他已經兩出兩入了 第一次 他在梁振英的時候 因為梁振英的時候 暗然離開香港 香港不再需要他 然後回來香港 然後幾年前又說 我已經覺得香港發展很有限 你這樣說 即是認同他那些甚麼誠信 你這樣說 不是 我就覺得這些叫做一糧琴雜目移差 那他就回到香港 很適合香港的發展環境又轉好 第二件事就是 當然香港學術界 是證實需要他 所以他就要回來 回歸香港學術界 但他說的那篇文 又好像批評香港大學的營運制度 但我們先說一切之事 我等周彥大師去做你的利益申報 你是不是有些事要說 所以我一直都說 你們又得罪人 宋慧輝 我是去追蹤 我就是 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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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Global Studies的課程主任 再加上副教授 這些真是很忌諱 千萬不要副教授和助理教授撈亂 如果不然的話 對一個人也沒有用 但以我理解沈徽 因為我跟他吃過幾頓飯 他很大方 OK 那就最好了 沈鎮營大師這個人 我就 You jump, I not jump 我永不 jump 因為我跟他真的很熟 但是沈旭暉 我們沒有人跟他熟 就是中一場合 吃過一兩次飯 原本想再講多一點關於台詞 但我不想變成一個是非節目 我們主要是從一個宏觀的 是 我可以拆開教授說的是非 從一個宏觀角度看 主要是想說什麼呢 就是說回他的文章 就是沈旭暉自己寫的那篇 就是什麼佛系不知什麼 我賭場 一個佛系創業者的自白 就是他的文章的名字 不是整個名字 整個朋友中獎 工業革命4.0 與我們的未來 一個佛系學術 創業者的自白 是 我們應該是在後工業社會 三個中產黨 不知什麼的自白 就是我們只要看一看 有少許文化才行 我們是那些異化資本主義的 後現代時代底下 一個就是這個布爾 習維克所鄙視的 波希米亞有限消費階層的獨白 三個獨白 例如說創業者 學術創業 我都非常支持 非常鼓勵 因為我自己都有 重點第一 其實就是佛系葉二 回應 我已經說過 這間香港大學 搞事沒有前途 你其實不如向商業發展 我們發展多些商業的 有關賺到錢 反而還調回幫助學界 但他有些事情又說到盡了少少 我覺得 他寫到好像說 我不明白的 我不明白 要麼你就批批脫脫 你覺得這個教育之後 這麼有問題的話 你不要簽上去 你不要跟他搞什麼因子 什麼那些事情 不要搞什麼文章 一早就好像現在 大家很仰慕的Elon Musk 我直接獨讀下一個PHC 我就不讀了 我出去搞生意 搞PayPal Tesla 幾個這些全部都很大的生意 那你就重商 你重商 你重商 然後別人覺得你威風 就頒上一個榮譽博士給你 對不對 那你就是這樣 要是 你要進入建制的時候 你便試在裡面有沒有出路 加藥建制去消滅建制 加藥建制的話 你便跟回 就像他那樣做副教授 我也是副教授 在美國 拿Tenu 像王宏山這樣 王宏山你怎麼樣 加入香港團結基金 他不算是學術 那樣好 人工高 是 王宏山你那一條出路來的 我覺得王宏山是 我跟他關係不錯 王宏山做的事都是好的 我覺得 這個也是 不要得罪那麼多人 那有什麼 像劉兆佳那樣 為什麼王宏山 他不是搞學術出身 他在Bang那裏做 然後由商界轉學術 他又在科學程中兼教 他又做智庫這些事情 那完全沒有問題 你覺得劉兆佳是另一個發展方向 是的 你覺得要不就搞大生意 要不就加入這個建制 嘗試影響政府 這兩個 劉兆佳學而優則是 好像陳兆史那些 全部都是教授 教政府 你說做教授 然後出來搞生意 也是非常之歡迎 但同時間現在是說的 同時間也非常歡迎 尤其是在金融學界 其實是很流行的 金融學界是流行的 有一堆人 尤其是我小弟的學校 讀書的學校 在芝加哥大學 很多當年 尤其是八九十年代 很多今天Hedge Fund的老闆 都是在芝加哥大學讀一下 一個PhD 最初就說去參與一下 一些英討人 去金融機構做 做一做一做一做 自己就不讀了 我出來做 科技學界都很喜歡 科技學界 也有 但是沒有金融 實在是太多次 既然是他沒有問題 那有些什麼講得盡了呢 他講得盡了 就好像說 很批評 很批判現在的學術 大學的制度 就說他們是不務正業 又說現在的科技 譬如他講的篇文 說叫一個 叫一個 什麼 正如中大社科學院 對私下我說 這些 又不說是誰 他沒有說中大 他沒有說是某社科學院 中大社科學院 中大社科學院 還猜到是誰 還會這樣 他還要說 現在的制度有多彎 這樣彎 要走過去 這樣彎 要怎麼去 所以他就出來做生意 那你就直接出來做 不要掛著學者 走過去做生意 所以我還是掛學牌 排頭的時候 我又會出來做生意的話 如果兩人都喜歡做的話 你就不會批評那間大學 我就不會批評那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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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歪來的那樣 因為他正在採用那間學校的 他正在採用那間大學 所以你就不會批評那間大學 但是純從寫作的風格來講 你某學者和我說的時候 你那個篇文會好看些些 正如他都很喜歡他的寫作風格 都很喜歡引用 一個 哪一個人 哪一個人講過 哪一個理論講過 那他都是 但這些就是 我想可能他有少許世代 可能我老過他 就是這些 我覺得這方面比較保守 反而是 就是你在那裡打工的時候 不要 不要說還在打工 我就算和他結束了合約 我都不喜歡寫東西的時候 君子絕交不出惡言 是的 去吵他什麼不好的事情 現在是很輕人很難的 為什麼呢 我都會這樣看 我交朋友的話 我今天和他朋友 還是和他翻片的話 我講你壞話 其實我們那個年代的人 是很忌諱的 現在這個年代都很忌諱 很多人就是這樣做 但你覺得他不好 你如果不出惡言 別人都會覺得你有品 就算今天也是 我看這篇文章 或者這場所謂論真 一個教學助理 莫志偉先生 和副教授沈丘輝 我最感到的地方是 他說現在都沒有什麼研究型大學 全部都是彭型型大學 我覺得這句真是廢話 這個世界有哪間大學 不是排名型的大學 如果他真的不是排名型的大學 我想就真的 雞到不雞 沒有什麼人留意 所有大學都追尋排名 有幾間很小的 有些很小的 雙雙科尼齊會是很例外的 很好的 但是是例外中的例外 我會這樣說 美國的大學多元快一點 有些Liberal Arts College 就不太追尋排名 以我所知 我的同事或學生 在那些地方教的話 請的時候都會跟你說 你就不用迫你出口論文 可能你一兩年出一篇 都不要說哪裏 就這樣出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教書對學生好些 就是注重教書 美國大 有些學校相對是 模式有些不同 只不過是香港的時候 是不是每間都要搞排名呢 有沒有條件搞排名呢 每個人的關鍵都不在這裏 如果你是批評香港學界 香港學界比我早 外國我不早 很簡單 就因為香港的大學撥款 就是由教資會去決定 教資會就是鼓勵你去追尋排名 根本就不是排名型學校 就是金錢型學校 也沒有辦法 香港就是因為沒什麼人捐錢 就是你的資校 多小私校 現在開始多一兩間私校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教資會去決定你的撥款 你要因應教資會 給你那個撥款多寡的準則 去做你的大學運作 那就是所有的學校都要跟進去做 所以你怎麼能夠怪這個社科院長 怪那間學校的校長 錢從哪裡來 我們就是跟著他走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論證 你是不去講回那個制度的緣 就是政府要求你這樣做 你不可以這樣做 同一個個別的學者 或者在這一行打工的人的心態 我就會覺得 你不是今天才知道他是這樣 你是否做不到的時候 就在那裡投訴 不是 你這樣發展開一間私人學院 是的 又或者真的是世界這麼大的話 那你就去全世界有些不是那樣的學校 對 那這個世界就是 這個世界當然是做不到才投訴 這個很難 很難會作出 你這樣說 我沒有說過 我沒有說過 我只是通常 不是特別 我當個普遍的案子 通常來說是做不到投訴 基本上 做不到投訴有這個現象 但是做不到的人一定有 但是做不到 可以不投訴 就會容易做得到一點 你做不到又投訴的話 我當然覺得是 我只不過 是倒自己 我不喜歡的 你說你對香港的教育制度失望 你搞其他事情 我不介意 但是你不要把那些什麼 去旅遊又跟國際關係 去旅遊 去旅遊 是我們喜歡去的 但是你不要說我去完旅遊 就會了解到更加大的國際官 去了那些國際旅遊 我又會變成一個國際關係的專家 就是不要一個絕對的關係 我覺得這樣 你去旅遊 當然是國際官 你見到很多人 但是你跟他去旅遊 就未必是真的國際官 你跟他去旅遊 我不是我說的 我覺得這樣 有些像埋藥 有些像大師 我不認識 就是股票 是不是有些股票 有些學股 他不知怎樣 想鑄一些項目 我又說 最近流行生物科技 就是改一個名字 是 總之改一個名字 總之下不就不管了 國際關係 總之我改了公司的名字 改了公司的名字 前一陣子 共享經濟 那一陣子 公司無緣無故有共享經濟 有共享經濟 是 是否有這個問題 不是有這個問題 我只能說股票就是這樣 是否有這個六千股 概念股 這叫 概念股 其實股票的東西 可能有些過程 我都說一說 股票這東西 其實都是一個商品 就是出售股票 出售股票 你出售貨幣 出售股票出售什麼 其實都是一門生意 那你那隻股票 當你去好熱的時候 你就做那隻東西的股票 都是很正常 都是一個Marketing 但不是堅做的生意 只是改一個名字 不是 因為區塊鏈那時候 也有個股票 跟區塊鏈無價 那間叫做區塊鏈 那間叫做區塊鏈 雖然是Overman 我一定要說 但是區塊鏈 有一間叫做區塊鏈集團 那間公司 但是我看到有一個人 是很厲害的 那個Marketing 他租了李嘉誠間舊屋 以前他在寿山村道 那裡經常搬去 好像是兩百萬一個月 或是Overman 然後我聽到他開了一個seminar 那個seminar就是 叫做大灣區區塊鏈 李嘉誠舊居 即是把區塊鏈放進去 三個區塊鏈 是的seminar 結果現在 他那間舊屋 就把區塊鏈放進去 追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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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就到這裡